哈囉我是蓋依 大家來看一下今天這個熟悉的環境 今天呢 我們回到我們的老家 內湖的三建客 要來開箱 開箱什麼 大家看一下 哇桌面上這滿滿的手工藝品 我們今天呢就要來開箱 手工藝品 PENGA的重複系 使用飛機杯 桌面上呢包含了很多經典款式 以及 超級酷的新款 哇好嗨喔 等一下我們又要回到那個熟悉的場景 團店的吧 沒錯 待會呢 我們就要來一場 久違的團練時光 開心嗎 很累 你知道這是一個應戰嗎 今天我們要體驗七款 都是重複使用的 這個東西擺起來很像一個裝飾品 欸我覺得這個很酷耶 我之後你就會把它擺在桌子上 我覺得我們不要再聊 我們事不宜遲 大家都在等著 好 開店吧 第一位車主者蓋依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第二位測試者 鑰匙準備好了嗎 沒問題 第三位測試者 郭某準備好了嗎 先說好 這非常嚴格 TENGA 我準備好了 好 那就開始吧 有些新觀眾可能會很好奇 為什麼要拍這個 TENGA的影片 其實呢我們一直以來都有跟TENGA在工作 之前也就拍過了TENGA的影片 剛才他們現在第一個使用的呢 是這個TENGA的Flip Zero系列 白色版 好稀喔 它每一段都有無藥感 從進去到霧的情況 不過我還順利嗎 這個 真空吸引力 再拍板一下 我們等一下如果需要 四十斤或衛生紙都可以用 不知道為什麼 我需要大量的 我需要 這個 Flip Zero白色系列 你覺得感覺怎麼樣 那個真空吸引力讓你們 非常非常的舒服啊 我覺得操作還蠻方便的 那個孔啊 我覺得要用多一點錄滑 也會比較好進去 最好在你的小胸膝上面 這個比較好進去 火鍋皺的部分 黏稠的跟比較稀的比較起來 這個用的會感覺 你知道 更有摩擦感 對 適合你這個變態 適合你這個變態 我覺得你之前 用的那六個都好 因為它這個整體是 之前的外殼是比較有一個硬的在 所以 它可能沒辦法就是 這裡有一種 游動感 你看按的時候會覺得 非常狂的聲音 音效加持 對 音效效果 對 你有用過嘛對不對 有用過 你有沒有覺得那個入口進去 那兩顆球很突破 我覺得那個蠻不錯的 那很像是就是你在做按摩椅的時候 它會按摩你穴道的 看起來 所以它有一種針對點去做事 對 所以你整隻滑入的時候 你可以 橋左橋右 就它會那個球會 有滑過的感覺 那是一開始的一個刺激點 對 概念的感覺 但是 我覺得裡面很有震聲 我覺得外面是一個 情趣 其實我覺得這個系列它 內部落造很複雜 我的感受沒有這種影響 所以我只會覺得它是非常 有力的 你那邊的神經比較 沒那麼明瞭 我覺得我感覺 我覺得你感覺比較明瞭 我很明瞭 對 那我們來試騙了 這個 這個 ZERO的黑色系列 它除了比較密密外 它裡面還有震動感 我覺得很多男生不喜歡震動 對 我是喜歡震動 你喜歡震動 對 說實際 白色系列更強的 喔 我建議你先體驗它的感受 然後呢 再放這個 好 這個大 這個 震動量很高級 這太... 這很強耶 超強耶 這一般沒有試過震動 你就可以 對 哇 這可以 你就放著 然後你的手都不用幹嘛 你說 你說可以放置對 OK 可以啊 它這個真的很猛 這是它的震動 它總共好像有五斷 這個是不是持續震動 這個是更強 這個超強 超強力震動 然後這個是 點震 然後這個是更快的 點震 哈哈 那你喜歡哪一種 其實都可以啊 但有震動感的真的很不一樣 個人覺得震動什麼 吸力比剛剛的更強 而且會很明顯就是覺得 更緊的感覺 因為它裡面的構造是 髒的構造什麼樣 對 這個比較強 而且那個吸力更強 它的震動啊 有好幾段 很像有五斷 我最喜歡的是那一種 這樣震動動 很慢的 因為你一直刺激它 它可能感覺就是 麻痺了 對 那如果這樣 震動 蠻有感覺的 我喜歡那一種 震動頻率 它有震動頻率 它有震動頻率 它有震動頻率是超快的那一種 那我覺得就會 我有感覺 你就壞掉了 就麻掉了 所以你就覺得 還是那一種動 才會 刺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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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 然後 一動 你應該是搞什麼 我剛剛有聽波波他敘述的 所以我覺得他講得很有道 但我比較不是跟他一樣 是用 嗯 嗯 我是用墜落的那個 持續性的 因為那個震態想像會麻掉 麻掉的時候會沒有 你要給我的時候 你就要請下來休息一下 看片的時候 你可能享受那個劇情的時候 你就調到最弱 微微的有一點刺激這樣 等到那個劇情要走入高潮的時候 然後 調強 這樣放進去就像一個 會震動的大人法 會震動的大人法 你就像那個樂狗一樣 那我們再來試一下這個 2018年得過紅點設計獎的 無法系列 那這個用起來呢 它尾端有一個氣孔 所以就像之前 我們使用那個一次性的 可以去壓那個氣孔 去做出一個真空的 那因為它是螺旋 所以你也可以去轉 我在那個 日本的時候 大家可以來看我們 對 這個就是你這樣進去之後 它就是你要兩隻手一起用 就是它沒辦法像那個這樣 一隻手 其實也可以啊 因為一隻手就沒辦法出轉 它一定要旋轉 你一定喜歡旋轉 因為它這個設計是為了這樣 那你有使用那個 所以你要這樣 就是要這樣 雙手併用 雙手併用 對你要雙手併用 這樣子 聽一下這個 這個轉的 出氣聲 那你有試用它的氣孔嗎 你如果按著的話 它其實就會 有真空性 哦 按著它 對 它會整個西裝 滿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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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緊 進去以後就會空間 會變得比較大一點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啊 你不要把它拉得太快 你說不要把 不然頭就被拉出來 對對對 感覺 它就被擠出來的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再進去就會很難進去 它這個感覺 不是一直在裡面使用 就是你那個 類似自動X的場合 不可能太差 那你有去扭轉它嗎 有啊 我覺得扭轉它 可是我覺得 還好 對我扭轉還好 對我個人來講 我很享受它 除了你在扭轉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推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它有一種 按摩那個 頭部的感覺 有 應該說是 脖子的部分 你也用過這個吧 魔法系列你用過 那你自己感覺 我覺得它是最像 一次性的 所以你的感觸感 如果你會喜歡一次性 之前你如果用過一次性 你會不會喜歡 好來 蓋伊這個是 他們現在新出的 KRISTA系列 可以清楚看到你的嗎 小蓋伊 KRISTA系列 對不對 小蓋伊 這更好玩 那它也有不同的行動 我讓你 幫我一次比較 它們三個差點 是三個喔 對對對 都比較它們的感覺 好 那再看看喔 好 好 都是軟軟的 像果凍一樣 然後它這裡面這個是 這裡面有點像是塑膠塊 喔 對 它是塑膠片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你覺得是最好的 最爽的 最喜歡這個 這個是最刺激的 這個是最刺激的 這個冰磚系列 對對對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沒有那麼刺激的 對 這是最 比較沒有感覺 那這個的話就是你可以去按那個東西 你用球 對 你可以用手 可以壓下去 那你覺得這個系列好玩嗎 蠻好玩 而且它你戳的時候 可以戳到就是 把這個頭 把它戳到就是 就是把它頂到那個 對不對 對不對 跟那個egg一樣 就是觸碰就是 到這個盤這樣 這個有一種就是 手作感 這你有用過對不對 對 我們用過Tanga飛機杯 最舒服的是10分 對 我們一起講這三個用心 大概幾 3 2 1 蛤 你給6分喔 你給9分喔 為什麼你評價那麼高啊 可是我三個有給你什麼東西 應該是不行 一方面是它 我覺得手有點痠 對 你要讓它裡面的構造 觸碰到的時候 你要比較用力一點 對 要按握的比較用力一點 對 除非你用兩隻手 你把它整個hold住 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覺得太對立了 不過有一個人幫我做 是 我覺得是很棒 這個磨球有點像 Tanga它也有一個 Felix Zero 有一個Orb系列 我覺得蠻有趣的 它會有一種像 彈珠彈 它裡面會有顆粒感 然後還蠻明顯的 你覺得它跟Orb很像 我覺得有一點像 可是我覺得這個冰磚 我覺得不行耶 就是有一次我突然 欸 痛了一下 我覺得會是有不適的 所以我覺得冰磚 可能你們覺得很不錯 但是我可能 那你就是 控制沒有控制好 你要看好不然它按壓在頸部 其實我覺得我 我相比你們 好不然我是更狂野的在使用 你有輪流泡一下泡一下的嗎 不是 當然每個我都用過 可是我有分就是 用滑液的都會更少 你故意的 對 因為你用太多 它太滑啊 其實你根本感受不到 它裡面的構造 喔 你懂我講的事嗎 我真的不想看滑液的嗎 對 所以 我到最後一個時候 我就是完全沒用 因為我三個連續用 所以它已經有了 濕濕的棒子 對濕濕的棒子 直接放進去 我覺得那感受超棒 好啦 那你跟我講這三個的差別 真的 我還是會一直喜歡那個冰磚 因為那個冰磚 我喜歡冰磚 對 因為我覺得冰磚它比較 膩的感覺 就是它真的會有 可是如果你稍微 稍微用力一點的話 可能就會痛 它的那個 對 沒錯 可是你不用用力的話 它就會有刮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那個感受很好 還有就是這個 它是透明的啊 對 你把它捅著這樣子 整個突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那種 我知道那種 暴力的變態 對 暴力的那種 硬盪的感覺 真的是 你覺得它為你把它變形 對 然後有一種很粗暴的感覺 對 整個都變形 不知道你是這種變態 整個都捅穿的感覺 我會覺得那個 就是這樣 這樣你被擠出來的感覺 好愛喔 好舒服喔 鑰匙先弄好了 所以呢 最後一個 因為它有三種不同的款式 這個 GEL探索球 那鑰匙你可以先選擇 想要的那個造型 我要選那個最刺激的 這個到時候 你要把它翻過來 讓這個 顆粒在裡面 對 它也有點像 Egg 系列 它就是把它翻過來 它就把它翻過去 很刺激 好 那有刺激 好好享受 這個來 我已經挑好了 水紋 水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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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沒得挑了 最後一款 你就使用這個 GEL探索球的珊瑚系列 好 沒問題 這個顆粒好多 你知道怎麼用嗎 就翻過來就好 對對對 好 你用的這個是什麼系列 這個是冰盒 所以有點像冰磚 一塊塊 你喜歡這個一塊塊 這個我覺得就 需要你的 握力 喔 因為它這裡面是一個 比較鬆的的狀態 應該說它 給你比較多空間 去發揮 對所以你的手鍊 你要自己去 錄一下 有點像Deg 只是它是一個巨大 Egg 巨大 Egg 但我覺得它旁邊這些紋路 就是真的 你要壓才會好 才會決定 對不對 如果你不壓的話 就會變成很像 空空的東西 就是在裡面 亂角落的 沒有那種旁邊的東西 所以你要 稍微用力 我覺得它要找到一個 用法 你才會覺得舒服 對 你覺得這個 重複性格 它是想AV系列嗎 它某方面 比AV好 但是 它某方面 比AV差 這樣捏著 這樣捏著很舒服 它有整支包袱的感覺 那這個跟剛剛那個 KRISTA的那個 那個感覺如何 這個 喔真的喔 這每個 這感覺 這應該有7分 KRISTA 你有沒有 前面三個都8分以上 我覺得 你覺得經典系列比較好嗎 超棒 超棒 超棒的 我喜歡這支 我真的就是 探索學 我覺得它超刺激 超刺激 對 是因為你是珊瑚的嗎 因為我... 對...我這是珊瑚的 珊瑚真的在我今天的 至少會有前提 真的假的 真的很強 它真的很強 它會整個都很刺激 我選錯了 先翻出來 因為它本來就是翻出來的 對 先把外面塗滿 然後再把它整個 把一些小衣服都包進去 哇靠 你是這樣子 是 然後再把它這樣翻過來 對... 然後我們這樣 這個KRISTA 這個透明的系列 跟這個Jell探索球 這兩個是新來的系列 然後我選 然後跟之前 FLIX ZERO 跟那個MUBA系列 覺得相比之下 你比較喜歡哪 我覺得這一系列 對... 那KID也比較喜歡經典 那KID也比較喜歡經典 你也比較喜歡經典 因為你沒有用過珊瑚 你用過珊瑚你會愛珊瑚 可是我覺得會不會是因為 他比較喜歡刺激 我覺得我們刺激比較 刺激 應該是 我真的覺得那個... 那個... 超司機的那個真的 裡面... 裡面那個... 他... 給你的感覺是... 整個都會有... 刺激 剛剛講到珊瑚試試看 看一下大家的現場 好... 整齊男孩 藥師 撥撥也好了 這個... 今天已經算整齊 你看我上次就知道 我手踢架 太重要了耶 我的手踢架 可以讓我... 兩隻手都可以使用 你看 我再放第一張 再一次 突擊檢查 我概念也是收了很整齊 好的那經過了長時間的奮戰之後呢 我們一個人體驗了7種TENGA的 重複性使用飛機杯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先到樓上去清洗一下我們用過的飛機杯 之後是來跟大家做進一步的評測 分享一下每一種用起來的感覺 跟我們各自最喜歡哪一種 好... 我現在感覺怎麼樣 我現在感覺... 有點不太舒服 怎麼說呢 就是... 因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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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他現在已經八分滿了 通常開尻之後就一定要有一個... 結局 對不對 就有那種水管要爆開的感覺 要爆開的感覺 就有點痛痛 翻 好啦你們就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趕快把這一集錄完 回去 趕快使用它 好 我們就清洗吧 把它翻過來之後呢 我會先用清水 先把它整顆沖洗一下 把上面過多的潤滑液都沖掉 把它只有很多層 一層一層 把它... 撥一撥 沖乾淨 但其實啊 天桿他們這個潤滑液 我覺得沒有很黏稠 就是感覺... 是水... 它是水...其實它是水溶性的 所以你其實... 水沖一沖呢 你就大概就覺得不會那麼滑 不用沖太乾淨了 沖了... 可以直接用 不行 你要洗乾淨 我們那個... 給一點清潔劑 就直接在這顆上面... 搓揉一下 其實我覺得水溫的這顆算是... 很新的 因為它的那個... 對 它受著很深 要多... 我要細心一點 要細心一點 喔 清洗的動作 把清潔劑上去之後 整顆... 一樣... 順著這個水溫就這樣子 一邊轉一邊撥 把它清洗一下 洗完之後呢 我這邊有給一個... 柱子 有沒有 就直接把它... 扣回去之後呢 還會長成這樣 像一個... 麥克風 再把它拆到這個... 風乾立架上面 就可以擺著 擺著之後呢 朋友來到你家 看到獅子的就知道他乾烤完 不是...他看到他不會知道是什麼 如果他知道什麼 這只說明一件事情 是同號 還是TENGA的同號 這個呢 開始... 把這個拔開 我現在手有點滑 把這個... 抽開之後呢 這隻先放在旁邊 這個還是磁吸式的喔 對 它磁吸式會直接吸上去 對 這個等一下有個用途 待會直接教大家 然後他這邊還有咖針 你不要硬拔喔 你要溫柔一點 把它打開 對 喔 但他就滑了 看他這滑了 這個... 哪一個人的滑面 剛剛呢 就是從... 就是從這個洞口 這樣進來 這個抽出的滑面 我覺得說 我覺得說這顆球很舒服 這個球 然後你還可以 白左白右 OK 就按鈴一下 把上面那個... 潤滑液呢 大致把它... 洗來 它這種水龍性的潤滑液 衝很快 一下子就... 沒什麼感覺 TENGA專用潤滑液好一樣 就是... 因為它裡面 構造比較複雜 所以你要... 手指頭很仔細的 每個地方都稍微清... 接一下 然後把它沖乾淨 洗完了 洗完了 我們把水抖一抖 然後甩一甩 我們就可以一樣 把它放到這個... 風乾泥醬上面 磁吸式風乾泥醬 OK 好囉 先拔開 可以跟這個... 把它翻過來 先把它稍微放一點 這個模式可以拿出來的 焦... 這個也像... 一個焦... 對... 這個 Egg 慢慢的把它... 過來 你這個要小心喔 我的經驗是... 有時候它會亂噴 亂噴 那是你才會... 打噴 你看它翻過來 因為它有彈性 有時候一個... 一東西就噴出來了 洗腥的... 乖巧男孩鑰匙 這樣... 爬進去... 某種鐵塔的意思 這個就不太適合 把它擺在桌子上 這個是唯一不能擺在桌子上 這個是可以放開洗的 這個不行 因為它的構造是比較脆弱的 所以說... 只能直接這樣從外部... 衝進去洗 先把外觀... 冷氣 伸進去... 好好的去... 好好的去... 銅... 不是銅... 不是銅... 是好好的去... 把裡面的東西... 冷氣 用一點清潔劑 它這個洞其實很小耶 有看到嗎... 你看到嗎... 然後... 這種感覺很舒服 你有看到嗎... 不要吃飯了... 欸...它這個其實蠻好洗的耶 因為它就是一個... 長條狀... 它也沒有... 裡面也沒有很... 複雜的構造這樣子 OK... 好... 就這樣子... 你看它這個盒子下面是空的 所以如果你這樣放上去... 水其實會滴下來 對... 這是一個風乾架... 對... 這樣我們回到樓上... 試用完重複性的... 使用飛機杯 大家現在一定非常的好奇... 到底要怎麼挑選... 現在就來... 綜合評比一下... 你們覺得這五個裡面啊... 緊實度如何... 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都很緊... 差不多... 那你們覺得哪一個最緊的啊... 這個... 這個好緊喔... 個人覺得比較緊的是這一個... 它的緊是讓你覺得... 不能太出來... 因為你要進去就掛進去... 它緊是因為... 它是震動型的... 那你震動一定要緊... 一定要密合... 才會舒服... 對... 像這個也蠻密合的啊... 對... 這個真空的部分... 你覺得感覺怎麼樣... 經典的系列都比較細... 就是你按壓的時候... 它是真的有... 吸的感覺... 這三個... 算是比較細啦... 它們的可操控度... 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它的厚度... 有比較厚一點... 所以它的操控性... 沒有辦法... 啊這個... 厚... 超多捏的時候... 可以塑型... 我就是這樣子把它捏住... 然後你可以... 緊鬆... 可以讓你自己去調整... 就真的... 就像你自己身體的時候... 尻腔的感覺... 對... 是啊... 可是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是在使用... 這種東西是感覺... 你是在使用的感覺... 可是這個是... 就像你真的在尻腔的感覺... 哦... 所以就跟我之前講... EGG系列一樣... 對... 就是這個感覺... 就是那個感覺...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兩種... 你們真的要... 各式一種... 看看... 內部構造有沒有... 讓你特別... 覺得... 印象深刻的段落... 我真的覺得... 這一個... 一構造來說... 我真的覺得它是最有感覺的... Flip系列的... 它的內部構造... 讓我比較驚豔... 很有層次... 從... 剛進入到... 底部的時候... 它每一層的... 感覺是不一樣的... 但我覺得這個也蠻厲害... 因為它這個是透明的... 你可以看到... 而且它可以... 穿出來... 等一下... 你看到自己的會... 會興奮... 你會對這個... 小玩具有遐想... 沒有... 重點是... 重點是它用的是平的... 對... 你把它丟出來那個... 對... 有一種... 原來都追著這種... 憔力的快感... 真的是... 感受超棒... 視覺上的衝擊... 對... 好像自己很強壯一樣... 沒錯... 整體的舒適度裡面... 讓你們... 要選出一個最喜歡的話... 你不會選哪... TOP ONE就對了... 挑一個帶回家用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以... 綜合評比來講... 因為這兩個... 很像... 那當然我會覺得電動... 因為電動它會比較有... 就是它更多種... 那兩個把它當作一種來看嘛... 所以我會選一個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我會選這個... 對... 因為這... 我有講過這個... 而且它這個... 一定要選這個... 因為它真的太刺激了... 如果你喜歡刺激的... 你一定要用刺激的... 我跟你說... 44歲說刺激... 肯定是很刺激的... 對... 真的... 然後記得... 不要用太多的那個... 對... 你要感受它的... 磨砂的顆粒的感覺... 你知道嗎... 你講得很棒... 懂完喔... 第一名... TOP ONE肯定是... 這個啊... 這太棒了啊... 這怎麼比啊... 這個... 你就放著... 然後... 手都不用擋... 超絕體驗... 它有四種模式... 一個是隨機它會... 它會一直循環這樣... 就... 就跟按摩椅的感覺... 對...按摩椅... 太棒了... 它只是按摩的地方不一樣而已... 那... TOP TWO呢... 我應該會選這個吧... 這東西真的滿有趣的... 它現在有一個螺旋紋... 然後可以這樣子轉... 鑰匙呢... 感覺... 這個話一定也是這個... 另外一個話... 我想要... 哪一種... Vista... 透明的... 冰磚... 冰磚... 而且有... 我替觀眾問一下... 就是以CP值來講... 對... 你覺得... 價錢的話... 對... 以價格嘛... 那個振動的... 一定是最貴... 對... 大概6000左右... 那... 版本大概3000... 這個大概3000... 對... 那MOVA大概2000... 這大概2000... 然後新系列... 這個探索球跟... Crystal都是1000... 所以我大概1000... 對...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 如果你入門的話... 可能用新系列會... CP值很高... 但是我覺得... 直接課金課大魔王啦... 可是... 以我用心的推薦... 真的... 你要相信我... 用心推薦... 這兩個可以做一個組合... 對... 以我來講的話... 就是這樣... 分別的重量... 你們覺得如何... 那好握嗎... 鑽索球... 又輕便又好用... 這個也不錯... 這也滿... 這也還好... 對... 尤其這個... 這個電動就比較重... 對...比較重一點... 所以這個... 如果你要把手放開的話... 你可能要躺著... 對... 最好是躺著使用它... 對... 有人會站著啦... 我覺得... 因為躺著... 沒辦法... 要站起來... 你喜歡... 你喜歡... 身體有動的感覺... 你喜歡玩活動... 剛開始先不要動... 你不喜歡手的活動... 剛開始都能不要動... 我表示你好怪喔... 最後一定要站起來... 你們覺得... 他們的外型美觀度... 體力不會很... 這個一定是它啊... 因為... 很像是... 珊瑚啊... 對啊... 你擺這樣不會覺得奇怪啊... 那KRISTA... 對... 這個也看起來不會很奇怪... 但是KRISTA... 它畢竟是透明的耶... 我覺得... 這種科技感的... 是滿好看的... 你就發現啦... 它旁邊完全... 綜合使用的感受... 跟剛剛前面那些... 握感啊... 清洗啊... 方面... 所有做一個整體... 綜合評價... 選出你們... 心目中的前兩名... 選好了... 選好了... 就這個... 前兩名... 這太強了... 第一名... 第一名... 這真的太強了... 這個... 超自然... 這個... 真的... 那第二名... 我... 我會選它... 包含... 視覺跟... 對... 就是它... 這個... 超滿意的... 魔法系列... 可超性... 還是選這個... 這個跟這個... 不是一樣... 這兩個不一樣啊... 6000的買不起... 我就買3000的... 這個還有音效喔... 那個系列... 喔...真的... 這個音效很猛喔... 如果有講到音效的話... 真的... 他們兩個音效是好一點... 對... 那這次的合作廠商呢... 就是TENGA...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呢... 他們官網的連結... 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那如果你想要購買的話... 可以輸入我的折扣碼... 讓該幫大家打個折喔... 它裡面呢... 除了男性的用品之外... 也有非常多... 送禮自用兩箱椅... 也非常適合呢... 你想要長時間待在家... 不方便出門的時候... TENGA呢... 就是你的... 最佳伙伴... 最後呢... 哇... 大家最期待的時間呢... 抽獎... 這次呢... 我們要抽出... 三個經典的... 飛機杯... 那詳細的抽獎辦法呢... 會公布在... 我教員蓋依的... FB粉絲團... 那大家如果... 分享數... 有破300的話呢... 我會再加碼... 抽出... 新的飛機杯系列... 那不想錯過的朋友呢... 就歡迎到我的... 粉絲團... 按個讚... 追蹤一下... 一定要破300... 這真的好用...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我的影片下方... 留言給我... 我是建人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